女子晚高峰在地铁站 意思遭到骚扰 当场报仇男子竖个耳光 7月27日晚6点29分左右 上海长寿路地铁站站台 靠近贯城楼梯的地方 一名女子与一名男子发生冲突 女子称戴眼镜的男子摸了他的大腿 该男子不承认 又重复了一下动作 就是这样碰了一下 不是故意的 结果被女子打了几个耳光 长寿路地铁站直班站长称 男子可能在走楼梯的时候 偷摸了一下 但是因为换乘楼梯客流量很大 没有乘客看到 或者监控拍下偷摸行为 事发后 站内领警迅速干往现场 将当事床床带往警户站 派出所的人将两人给带走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